蔡英文28岁取得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 当上大学教授 十年的国际事务谈判历练之后 一连串机缘让她深获高层赏识 踏上仕途 在李登辉总统时期 她是国安会咨询委员 也是两国论策划人之一 前总统陈水扁时期 蔡英文开始独当一面 真正踏上政治路 2000年成为第一位陆尔会女主委 04年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06年要升为首位主导财经大政的女性傅格魁 她从低调不刻意表现 到创下越多第一的记录 甚至是攀升速度最快的女性政治人物 蔡英文为何如此受到层峰赏识 外界对她感情归宿的好奇 不下于对她的政治表现 这次专访当中 这位感情低调的谈判高手 难得松减心房 突入度婚姻 对感情的看法 继继续来看台湾演艺的独家专访 1984年28岁蔡英文 拿到博士学位回到台湾 道政大教书也在法律事务所工作 正值台湾力图走出国陈年代 一个姻缘际会 蔡英文成了经济部国贸局的谈判部门 在巴黎那代的中期 刚刚我们练完博士回到国内 那个时候台湾正要打开市场 那开始对外谈判 那刚好跟我的博士论文 是刚好是契合的 所以就开始有了这段机缘 就是参加了政府的 当时世界各国急着开拓 国际自由贸易市场 要从关税保护走向开放主义 各国都希望撤销他国的关税壁垒 当然台湾也不例外 但台湾局势更严峻 因为自1971年 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后 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 也撤出了台湾观察员资格 所以当时台湾第一步 是要再向GATT口关 我碰到了很多台湾 在一个关键转折期里面 所碰到的事情 那也刚好让我有扮演一个角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尤其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 倒不如是在台湾的发展的过程中 这个社会选择了我 蔡英文他因为他英文很好 他很容易跟他们交朋友 而且他自己不是政府 所以他会比较客观 跟他们谈的时候 大家会可以在场外谈 蔡英文经常用一招 但是我们两边谈江的时候 蔡英文就这样 欢迎 其实他在谈哪些 是他自己在谈 还叫他欢迎 事实上他就是要拖那个时间 或者是要让他靠倒 台湾当年贸易税差很大 各国都把矛头对准了台湾 只是一旦全面开放进口 外国产品过度倾销 将会压缩我国产业的生存空间 而谈判团的使命 就是要拿有限的筹码 跟全球做生意 就要保护台湾的产业 1994年1月 华盛顿零下21度 正下着百年罕见大雪 台湾谈判团一行十多人 抵达了华盛顿 要和美方进行WTO入会资商 他们当作派出来 是他们的那个 他们一个叫做Kassiti 一个谈判的杀手 他就是一下子谈工 一下子谈农业这样子 那之后蔡主席 他跟我们一起去谈 他就帮我们看头看尾安 但是呢 因为那次是要谈这个 那个叫做机动关税 所以每一项每一项都要跟他谈 我记得晚上都谈到八九点 他们真的吃牛肉的 体力比我们好很多 我看蔡主席都谈到都快要挂掉 1994年到1997年 是台湾国际谈判的高峰期 四年就有超过一百场大大小小的谈判 台湾谈判团队的成果 不只将开放关税的冲击降到最小 2001年台湾更顺利成为WTO会员国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有两组谈判 一组谈判就是我们的进口牛肉的谈判 它是一个在亚洲所有的国家里面 在进口谈判项目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项目 那么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进口谈判 其实维持了十年 持续了十年 一直在我们将要加入WTO的时候 把它解决 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长 那也很艰辛的过程 但是我们也把它谈到说 我们的国内产业可以受到保护 美国的牛肉也一定程度 可以进入本国的市场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另外一个非常敏感的项目 就是烟酒的这一组谈判 也是十几年谈判以后 才解决了这整个的问题 十多年的谈判经验 蔡英文熟悉政府组织运作 也了解台湾在国际上处境 他获得当时总统李登霍的赏识 1994年被延览为 陆委会两岸事务咨询委员 两年后成为我国第一位 女性国安会咨询委员 1998年随顾政府到中国 参加二次孤王会谈 2000年陈水变当选总统 蔡英文获聘为陆委会主委 2005年出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和年又被拔主为女性复合肥 从政府聘请的学者顾问 到出任政府公职 蔡英文后来才发现 他的父亲一直在私底下 替他发现的原因 我的父亲对我的这种决定 他其实都是尊重 他不太讲话 他也不太干涉我 但是我做了什么决定 他就会在很默默地 助我一臂之内 他不会是说 他把你所有的路都铺好等等 他看到你快掉下去的时候 他会拉你一把 我后来也发现就是说 很多的民进党早期的政治人物 事实上跟我父亲都有渊源 做了陆委会主委以后 才知道爸爸原来是认识这么多人 好像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总是有人会适时地出现来帮助我 然后再去了解一下背景 原来后面 好像跟爸爸都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有父亲的避孕以及自己的努力 蔡英文的侦檀路一直向上攀升 但感情路却越走越寂寞 甚至演变最后 父母的态度也不得不变得很开放 我念大学的时候 有一天我跟我妈妈跟我爸爸 坐在一辆车上 我爸爸开车 我妈妈坐旁边 我坐后面 我爸就跟我妈讲说 这是最小的女儿 她生出来就是要跟我们做伴的 她不用结婚了 就跟着我们就好了 我妈说你不要吓我 她对儿女的婚姻这件事情 她觉得快乐或者自在是最重要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不要给她惹麻烦 你自己本人对婚姻的诠释呢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过程 就是说你要跟有一个人 要过一辈子 然后要有不变的感情 这是一个 这是很具挑战性的事情 真的心里要有那种 那种准备就是说 你愿意克服你很多心里上面的 对于自己事情 对自己感受的坚持 去适应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具挑战性的事 在某些时间点上 一个比较接近理想的人选 曾经出现过吗 年轻的时候是比较有可能 因为年轻的时候的可说性比较高 当你事业做到一定的程度 人格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跟他的生活的思考等等 这比较困难 所以年纪越大 其实这个是越困难 不过这个事情都是看机缘 曾经有人走进你心里 曾经让你想过这个念头吗 主持人你越来越问到 这个事情的核心了 应该是有吧 你觉得愿意跟社会分享多少 不太想 好像这个事情也很少人提到 是 是 那因为你越不常提 所以大家越好奇 可是你觉得这一部分是你 我觉得适合而止 所以你会一直把它暴露在心里 是 蔡英文的感情世界 和他形式风格一样 能夺低调就夺低调 在政坛没有传过男女绯闻 这或许和他过去的恋情有关 曾有平面杂志报道 蔡英文在美国的两年念书期间 有一位论级婚嫁男友 不过在一场意外中丧生 悲剧收场 让他对感情却步 至于另外一段感情 蔡英文总以男主角已经产家 而女产群为由 没必要再提 无疾而终的恋曲 让蔡英文对婚姻产生距离 不刻意追求 而对踏入政坛的蔡英文来说 现在想追求的只有自由 我希望我回家以后把门一关 就不要有人来按电影说 我要拜访你 以前用解压的方法 主要还是看书 但是 后来我觉得 其实学习烧饭 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所以我很喜欢看那个 看那个 电视节目上面有很多 教人家怎么煮饭 还有那些名厨们 走全世界品尝美食 然后教人家怎么做菜等等 进来 我有一架跑步机 所以因为我哥哥觉得我应该 因为功德压力大 需要跑步运动 所以我有一个跑步机 所以我每天也是上去玩一玩它 那个时候我也看电视 所以我会拿着我的遥控器转转转 有时候还不小心看到 有政文节目在骂我 从阶下第一个政府公职 陆委会主委开始 蔡英文以政坛新秀之姿 不仅成为富格魁 还成为台湾主要政党的首位女党魁 可说是政坛奇葩 但随着职位越做越高 蔡英文所要面对的批评和挑战 也越来越多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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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蛮绝强的 所以他认为对的事情 他心里会有一个很大的力量 他一定要把它做到 蔡英文 蔡英文 蔡英文